12月31日,生日快乐,亨利·马蒂斯·昂瑞·麦蒂斯 马蒂斯·昂瑞·麦蒂斯生活和职业生涯的时间表 1869年马蒂斯出生于法国伯根地大区的伯龙 他在当地的高中接受教育,并展示了对绘画的兴趣 1891年马蒂斯在巴黎接受法学教育,但同时也在私人绘画学院学习艺术 他与安德烈·拉康·昂瑞·德瑞和罗舍·阿玛德·麦蒂斯等艺术家建立了友谊 1901年马蒂斯的作品首次在葡萄牙自然主义展览中展出,获得了相当的认可 这也激励了他继续探索和发展他的绘画风格 1905年马蒂斯与安德烈·德拉康共同筹办了法国第一次奥松河画派展览 展示了他们的创新和前卫的绘画风格 这次展览引起了争议,被认为是对传统艺术观念的挑战 1906年马蒂斯在奥松河地区购买了一栋别墅,并将其改建为工作室 这段时间对他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开始采用更加明亮和大胆的颜色,将日常生活的场景转化为艺术作品 1910年马蒂斯与艺术家保罗·贾列·帕尔森 和彼得上特皮·埃尔·古斯特·瑞瑪等合作,组织了重要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展览 这次展览成为了关键的艺术事件,推动了现代艺术的发展 1930年马蒂斯为巴黎的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创作了一系列壁画 展示了他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贡献 这些壁画被认为是他事业的巅峰之作 1954年马蒂斯因健康问题而无法继续绘画 他的作品在这段时间继续受到世界各地的赞赏和关注 尽管身体处于衰弱的状态,马蒂斯坚持与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保持联系 并在需要时提供指导和建议 1954年至1959年马蒂斯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多个重要的展览 他的艺术风格和创新的表现方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欣赏 虽然他无法亲自参加这些展览 但他的名声和影响力仍然让他成为艺术界的重要人物 1959年马蒂斯因健康状况恶化于法国圣吉尔过世 他的作品将永远留在后世,继续启发和影响着新一代的艺术家 马蒂斯·安瑞·麦蒂斯的个人生活及其如何影响他的艺术作品 包括他与其他艺术家和家庭成员的关系 马蒂斯是20世纪重要的法国艺术家之一 他的个人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艺术作品 他与其他艺术家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是他的创作灵感和艺术风格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艺术创作中 马蒂斯常常与其他艺术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和交流 他曾与画家安德烈德朗克安德·德莲恩等人 一起创立了野兽派4Vision运动 该运动以鲜艳的色彩和粗糙的笔触风格而闻名 这些合作促使马蒂斯探索新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形式 丰富了他的创作风格 此外 马蒂斯的家庭成员也对他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与妻子和三个子女一起生活 他的家庭生活为他提供了能量和情感支持 他经常将家人作为他作品的题材 塑造了一幅幅充满亲情和温暖的画作 这些作品展现了马蒂斯对家庭的热爱和珍视 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人类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关注 马蒂斯的个人生活和与其他艺术家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相互交织 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细腻而丰富的表现 这种深度的触动和激发使他成为艺术界的伟大创作者 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马蒂斯艺术作品中图案和装饰元素的使用 包括他在后期作品中对纺织品和其他材料的使用 马蒂斯是法国后印象主义和野兽派运动的重要代表之一 他的艺术作品充满了丰富的图案和装饰元素 包括他在后期作品中对纺织品和其他材料的巧妙运用 马蒂斯拥有丰富的色彩感知能力 并巧妙运用图案和装饰元素来丰富他的作品 他经常使用缤纷多彩的图案来描绘人物 风景和镜物这些图案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活力和动感 此外 马蒂斯还善于将纺织品和其他材料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中 他将布料剪裁成各种形状并将其用作作品的背景或元素 这种创新的做法使他的作品更加丰富多样且独特 在后期作品中 马蒂斯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图案和装饰元素的运用 他开始使用剪影和拼贴的技法将不同的图案和材料组合在一起 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 这些作品展示了他对图案和装饰的热爱 并且展现了他对创作的无穷想象力 马蒂斯的作品中图案和装饰元素的使用 使他的艺术作品拥有了独特而鲜明的风格 他对纺织品和其他材料的巧妙运用不仅丰富了他的作品 也为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无穷的灵感与探索空间 12月31日 生日快乐 亨利·马蒂斯·安瑞·麦蒂斯 马蒂斯一些最著名的作品 例如舞蹈和红色工作室 马蒂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作品以明亮的色彩和大胆的形状而闻名 舞蹈被认为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他描绘了一群手牵手跳舞的裸体人物 这幅画的象征意义在于表达了喜悦 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他展现了马蒂斯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人类关系的包扬 另一幅著名作品《红色工作室》展示了马蒂斯对红色的偏爱 红色被认为代表了情感 活力和热情 这幅画呈现了一个充满活力且富有动感的工作室 象征着艺术家对创作的热情和对生命的热爱 马蒂斯的作品往往通过色彩 形状和线条来传达情感和思想 他的画作中的象征意义和意义多样而丰富 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来解读这些作品 他的艺术显示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并鼓励观众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马蒂斯·安瑞·麦蒂斯 前往摩洛哥和塔西提岛等地的旅行对其艺术的意义 包括他对异国情调图案和主题的使用 马蒂斯在摩洛哥和塔西提岛的旅行对他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地方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异国情调和文化元素 激发了他对新的艺术主题和图案的探索 他对异国情调的迷恋体现在他作品中对于明亮色彩和丰富纹理的使用上 他从摩洛哥和塔西提岛的建筑、装饰品以及当地居民的服装等元素中吸取灵感 将这些异国风情融入他的艺术作品中 马蒂斯对异国情调主题的使用使得他的作品独具特色 他常常描绘土耳其浴场、摩洛哥市场和塔西提岛的风景 并以当地居民和传统文化为主题 这些作品充满了活力和情感 展现了马蒂斯对异国景观的热爱和对当地人民的尊重 此外,马蒂斯还将异国情调的图案纳入他的作品中 他受到摩洛哥和塔西提岛的传统装饰艺术启发 创造出了一系列充满几何图案和鲜艳色彩的作品 这些图案丰富了他的艺术语言 加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 总的来说 马蒂斯的旅行经历对他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摩洛哥和塔西提岛的旅程中 他获得了对异国情调的深刻体验 这激发了他对新的主题和图案的创作灵感 他的作品以其鲜艳的色彩和异国情调而著称 为后来的艺术家们带来了灵感和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行对艺术家们的意义 旅行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灵感的泉源和创作的动力 无论是艺术家寻找新的视野 探索异域文化 还是寻找灵感和观察自然景观 旅行都能丰富艺术家的创作 第一个原因是旅行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新的视觉体验 艺术家在不同的城市 国家旅行 能够观察到不同的建筑 风景和人文风情 这些独特的视觉元素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造力 启发他们将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转化成独特的艺术创作 其次 旅行也是艺术家寻求灵感的方式之一 艺术家在旅途中可以远离日常生活的压力和例行工作 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他们可以在旅行中与自然环境互动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和能量 这种连接大自然的经验可以唤起艺术家内心的情感和表达的渴望 此外 旅行还能丰富艺术家对不同文化的了解 透过走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艺术家能够亲身体验不同文化的习俗 传统和价值观 这种跨文化的体验可以拓宽艺术家的视野 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多元性 进而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 总结来说 旅行对艺术家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旅行不仅能提供视觉和感官的刺激 还能激发内在的灵感和情感表达 它是一个丰富和启发的过程 让艺术家能够在自己的创作中探索更多可能性 并将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与观众分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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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